全球冠病疫情局势恶化 为国进一步收紧了边境管控措施 从星期六起 所有从高风险国家或地区入境的旅客 隔离期延长 他们必须在指定的隔离设施 旅行21天的居家通知 而不是14天 当局也将减少批准入境的非公民 和非永久居民人数 卫生部指出 那些目前正在旅行14天居家通知 而无法在这个月7号晚上11点59分之前 完成隔离的旅客 也需在目前的隔离地点 旅行额外7天的居家通知 8号起 从高风险国家或地区入境的旅客 必须旅行21天的居家通知 截至目前只有7个国家或地区 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文莱 中国大陆 香港 澳门和台湾 部署于高风险国家和地区 此外 当局在评估入境旅客的旅游史时 旅游史期限也从过去14天 拉长到过去21天 联合领导抗议跨部门工作小组的教育部长 黄寻才指出 我国需要外籍劳工不可能长期关闭边境 此外 所有旅行21天居家通知的入境者需接受三次聚合霉炼式反应检测 包括底薪时 旅行居家通知的第14天和居家通知结束前